好 我们看到了丁锦辉和奥沙利文的这场比赛已经开打了啊 大家担心的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 对 很多球迷都担心 说丁锦辉不会是什么受到什么影响会退赛啊 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 一个小的插曲已经解决 但是可以通过比分看到还是有一点点影响啊 奥沙利文已经是获得了一局的领先 我们看到啊 这没有打是判了一局 直接判丁锦辉输掉了一局 说没有关系啊 决定的绝对的实力在 对 其实有的时候 这个跟这个赞助商球员之间啊 可能有一些协调 包括组委会 相信丁锦辉和组委会都是心里边很清楚的 但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丁锦辉在这个11年和这个奥沙利文啊 是对战过一次 那么是一年的欧洲行为赛是PTC的第四战 那么丁锦辉是在第四轮4比1大逼分获胜啊 小阿沙利文那个形象还是蛮帅的 而且还很年轻了 叫什么暴风雨还是什么 好像是叫暴风雨 留下了一个中长台的比较值的进攻的机会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奥沙利文的准度 感觉出竿好像带了一点点右赛啊 丁锦辉的好机会 哦 是 那么其实China Open这场赛事啊 对于丁锦辉来说也是意义重大 人生的第一座大型排名赛的奖杯啊 就是在05年的北京中国公开赛 那么获得的 那个时候也是应该算是战胜了自己当年的偶像亨德利 半决赛好像赢的是达克迪 都是零几年的非常驻蛮的选手 那么第二个China Open的冠军丁锦辉是在2014年啊 是以10比5战胜了尼尔罗奔逊 重低杆继续来做黑球 17 这几天会在前一段时间呢 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啊 这也是经历了人生的一个大的波折 没错 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心他的状态 感觉也是在慢慢的恢复 对 其实丁锦辉也是在不断的调整 虽然说是 可以说状态不是一直都不好 但是就是不是很稳定 时好时坏 其实丁锦辉的世界排名目前也是上升了 两名了 之前排在第六 现在排在了第四 对前不久的这个叫什么球员什么什么球员锦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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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进了四强 输的也是非常可惜啊 输给了中国的傅佳俊 两人打到决胜盘 打进右侧这颗红球之后 利用黑球来做下一颗红球 一定会去来带一下红球堆 刚才我看到的是沃哈斯 我以为是沃哈斯直采这场比赛 不是 但是我看到郑美丽了 对 角度应该是还算可以 如果感觉K的不是能够保证K的很准的话 那可以稍稍的发一点力去K 来看一下效果 还是不是很好 不理想 因为其实本身这个角度做的就稍稍的有点小了 如果白球能够再少走一点的话 这个角度更有利于去K球 其实这个 这个斯诺克球员都会经历这么一个阶段 就是年轻的时候很爱去拼 那么随着越来越成熟 这个防守的技术也越来越增长 那么可能打的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稳比较保守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小沙里文现在的这个阶段 应该还是在比较年轻的那一波里边 红球 差一点 这个机会也是拼出来的 还是继续来打靠近红球堆的红球 左黑球 右侧中带的红球可以留作一个保险 16 16 如果粉球还有下的话这边是好球 可以的还是比较准的 我们通过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刚好 打进粉球再来调整一下 这一盘有机会将比分反超 嗯 源自于这个丁建辉的一杆开球 没有开出好的效果 之后的防守呢 没有把红球呢放到库边 当然这个 奥沙里文也是特别的勇敢的一杆进攻 没错 所以刚才说这一杆机会是拼出来的 嗯 那么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奥沙里文他在参加这个ChinaOpen之前啊 接受媒体采访 知道第一轮是对这个丁俊辉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资格赛对丁俊辉的时候呢 自己也是非常开心的 嗯 所以说心里边并没有太大的压力吧 可以说 这么快 想起今天下午聊门磨的比赛 各种的这个薄 那可能也是这个球台今天是第一天打啊 嗯 那么尾速可能还是比较快一些 但是对于选手来说是公平的 那么就看两个人谁适应的更快 前一段时间呢 丁俊辉一直是穿蓝裤子蓝马甲 嗯 今天呢是小阿萨利文穿这个蓝裤子蓝 哎 哦 这个 好运气 小阿萨利文穿的是蓝裤子蓝马甲 哎 正巧丁俊辉呢是没有穿这身蓝 嗯 要不两个人就撞衫了 现在应该说是可以说是到春天了 嗯 所以球员之间可能也会有把自己的这个衣服啊换一换的这个习惯 嗯 也发现特鲁姆普是换了一件马甲 嗯 撞到了 嗯 但是应该是 也薄了 嗯 如果是 是正确的 刚好贴住 还算没有留机会 但是现在下方的这个红球啊 可以往左边的底带来薄 嗯 没有问题啊 嗯 接住旁边的红球啊 来换一换白球 这锦度真好 没错 其实从节奏上看 这个奥沙利文还是打的比较顺畅的 也可以证明他的心态啊 还是没有过多的想法 但是走位还是存在问题啊 嗯 这一根又是出现了状况啊 但是黑球啊 要打的话也不舒服 看看是继续来拼呢 还是放弃进攻 哦 继续拼粉球啊 哦 卡了一点点 这个拼的性价比不一定高 没错 拼进的话白球不好控 那顶顶辉就会很稳健的 先来选择一杆防守 哇 顶顶辉不想往 不想往 他可能从他那个角度看到是一个特别的舒服的 很舒服的一个翻带的角度 对 但是虽然是有翻带的角度啊 但是没想到丁准辉去拼了 对 不想让自己在家乡父老面前丢面子 嗯 也是放开打 啊 对 嗯 细心的观众应该能发现啊 丁准辉好像瘦了好多 看一下篮球有没有帮助到 嗯 应该是还是可以看到下球点的 嗯 哎 篮球刚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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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侧的旋转 这一单也是 一点点的运气啊 结症 但是这个力量好像有点大啊 嗯 中袋有薄 好 那可能是会选择 左侧的底带 好 哦 哇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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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一下分数目前奥莎里文还落后10分 打进绿球之后啊是延分的一个比分那么如果想超分的话需要打到粉球 5分钟 8分钟 准度很好不怕中演台 11分 诶 这一干啊 打进粉球超分 嗯 没问题 这样几点了啊